接下來這一集就是乘上 我要證明的是直接帶入有個很危險的地方 就是以如果今天原來的題目叫上一集 4s-3y比上s加2y是14比9 我就因為簡單我就把5比2 5x等於5帶進去 y等於2帶進去 那很簡單的呢 我們帶進去的過程呢 5 4 20 減掉6 6會比上5加上4 所以得到的答案會是14比上9 那這是我們的答案 就是直接帶入就可以了 可是呢 如果今天題目改成了 x比y是5比2 而且呢 x加y是14 這個時候就出現了一個狀況 x他不一定不一定是5 y也不一定是2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要去做一個假設 x是5r y是2r 那一樣r是屬於時數 再來呢 5r加2r是14 那麼7個r就是14的話 那r是多少呢 r就是2 那對不起 這裡的r x呢是10 y是4 所以就不是5跟2了 那我們帶進去的過程當中 就不是帶5也帶2了 我們要帶的是x是10要帶入 y要4帶進去 所以當x是10帶進去的時候 這裡就變40 y是4的話就變12加3 比上這邊帶10進去呢 10加上8加上1 所以這裡的答案就會變成28 28加3會等於31 比上多少 19 這個才是正確的答案 可是呢 如果說你就知道剛剛的5比2帶進去的話呢 你這邊得到的是19 這邊呢得到的是4 所以你得到的會是19加3是22 4加1呢是5 所以得到的答案是22比5 那就錯了 所以要小心 如果說今天它出現了一個常數項 這裡有x跟y 就不可以用那種投機取巧的方法做了 所以如果出現了一個常數項的情況之下 它應該會再給一個條件 x加y或者任何一個其他的條件 可以讓我們找到x真正是誰 y真正是誰 我們要把真正的x帶進去 要把真正的y帶進去 我們才有辦法求到這個真正的一個比例次 好 一樣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題目 我想大部分很多老師一定會 讓很多喜歡投機取巧看到5比2就帶進去的學生 在這邊闖到一個滑鐵爐之翼 一樣 同學們加油 謝謝 謝謝